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对我们人体有好的调养的效果 那么一定要有一个叫做定序十九态 为什么讲这样叫定序十九态呢 来 各位我们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的小朋友成绩很好 你要如何跟别人证明我们的小孩子成绩很优越呢 是不是要看奖状 好 那么奖状有分几个等级 一个叫做校长奖 一个叫做县市长奖 一个叫做总统奖 来 各位您认为哪一种等级的证明 可以让我们的所谓的一个 知道说你的小孩子真的最优秀 我想是总统奖 对不对 好 一样的道理 有很多的奖当中 在我们的临床报告里面 会被很多的文献去收录 那在这边呢 我觉得各位可以去搜寻一下 叫SCI 那这个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学术界当中 占着非常高的权威跟地位的一种 我说文献收料这个资料库 好 那它不仅是评估了科学期刊 尤其是针对什么 医学期刊的水准的重要参考指标 也是用来评估个人研究成就的依据之一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公司采用的 口瓜生态定序十九态 在PubMed 在SCI都有被收录 那么这么一件事情 这些临床的报告是被肯定的 是得到重视的 这样公信率有没有高了一点呢 好 那么还有你可以去搜寻一下 各教学医院 我们医生都会发表一些的文献 发表在哪些的文献当中 有不同的等级的奖金 那各位可以发觉 如果我们医生发表的文献 是被SCI收录的 那么在各个教学医院当中的 奖金的花花率都是最高的 好 所以呢 这么一件事情 SCI是一个最值得参考的依据 对不对 那我们的苦瓜生态呢 在PubMed 在SCI都有被收录 这么一件事情 它的公信率是足够的 好 再来呢 我们除了苦瓜生态之外 我们里面还添加了五种的配方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形容词的形容 叫做公司是不惜成本 那么使用全世界最佳的原料厂的原料 再加上家族剂量 来让这整个的配方更加的完整 那里面有五大配方 就是个 鲜 绿咖啡 还有呢 裙带枣萃取物 跟葡萄籽的萃取物 好 那么我们简单的介绍三个 让大家认识一下 因为这三个其实都是很关键的 好 首先是个 我们刚刚前面有没有提到 当我们的胰岛树 跟我们的所谓的胰岛树受体 结合的时候呢 要打开一个Proton的通道 对不对 好 谁去传递打开通道这个指令 就是叫做个这个营养素 好 那么所以呢 如果我们这个个的灵敏性很好的话 它打开通道的灵敏度就越高 好 所以我们平常食物当中呢 我们的比如说动物性的猪肝 猪色呢 里面都含有个 或者蔬菜类的像我们讲的甘兰菜也有个 但是呢 这些的吸收率都不高 好 那我们采用呢 全世界吸收率最高的必定甲酸个 好 那么目前我们在外面 可以看到蛮多个的这一类的成分 好 那我们把吸收率的大小呢 分成以下的等级 最好的就叫做必定甲酸个 就是我们现在采用的 好 再来呢 是烟碱酸个 再来呢 叫做三氯化个 再来是酵母个 那各位可以在很多的产品当中 都发觉很多都是添加酵母个 那从这里当中就知道它的等级不一样咯 酵母个是比较便宜的 那我们的呢 必定甲酸个是等级最高的 当然价钱是最高的 那也这么一件事情 公司不惜成本 用最好的原料加在这个产品的地方 让我们得到更好的效果 好 那第二个呢 是鑫 那么其实呢 缺心跟糖热病之间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基本上缺心会让我们的血糖变得比较不稳定 那么对普通塔的耐受度也会降低 那么台湾有八成人缺心 那各位想想看 是不是人口数蛮多的 那么对一般的这个医生来说的话呢 糖热病人建议他补充心的原因 是因为他对伤口的愈合会有帮助 好 那么其实呢 心也是一个胰岛素的主成分 所以它蛮重要的 那么平常食物当中大家最熟知的是哪里 牡蛎嘛 所以呢 大家很喜欢吃海产 吃牡蛎 因为可以获得心 那另外呢 啤酒酵母啦 或者是蛋啦 或者小麦配亚里面都有 只是呢 从食物当中要摄取到足够的心 你要吃很多 所以让你了解一下 那么心也很重要 好 那再来呢 可能这个就比较少有一个专业名词了 我们如果在Google搜寻一些抗发炎的 一些文章的时候 或者抗癌的文章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一个英文叫做NF-KB NF-KB 好 各位有一个印象在了 好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是人体在发炎的时候 常常会引起的一种所谓的一个细胞因子 好 在中国大陆有一倍食品科学 他就引述了一个研究报告 他就说葡萄籽呢 可以去怎么样 抑制NF-KB的活性 那么所以呢 我想呢 常常多吃葡萄籽 大家都知道很有帮助 对不对 尤其很多女儿子都知道 吃葡萄籽可以美白 可以怎么样 抗老化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光吃一个所谓的葡萄籽 就是我们真的从食物当中 吃葡萄里面的葡萄籽 要吃到足够的剂量 让我们达到刚刚的效果的话呢 可能每天要吃两公斤的葡萄籽 两公斤的葡萄我可能还吃得起 可是两公斤的葡萄籽 各位 你有办法吃吗 所以为什么说剂量很重要了 好 那我们添加的葡萄籽的原料 是全世界最棒的最大的一家原料厂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 就证明说我们添加的配方当中 都是最顶级的 对不对 好 那么产品的规格呢 来 我们的产品呢 长得这个样子 好 它是片桩的 里面呢 有六片 每一片呢 有十粒 所以一盒就是六十粒桩 那么本身呢 每一棵当中 它含有刚刚讲的苦瓜生态的定序十九炭 好 那每一棵呢 苦瓜生态是一百五十毫克 那再来呢 它是全素食的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原料是素食的 那浇荣也是素食的 那怎么吃呢 建议是在换前十到十分钟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抓那么准 就大概换前半个小时吧 那这样来讲的话呢 刚开始的时候呢 建议你呢 就是一天吃四颗 好 那一个月过后呢 那我们就回归到 白友呢 就一天两颗 早晚各一颗 那如果我们需要调养的呢 那就一天四颗 早晚各两颗 好 用这个方式呢 来去达到我们所谓的一个 保护身体的一个机制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一下 吃了苦瓜生态之后呢 那我们的牛樟饮啊 我们的羊剂啊 还要不要吃 那其实这是两种 这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一个概念的产品 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牛樟饮本身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 除了我们讲的牛樟饮之外 就是常常在电视广告出现的 叫做什么 芝麻素 有没有 那个芝麻素不是我们平常在吃的 芝麻饼干 芝麻粉里面的芝麻素 它是非常珍贵的 那那些珍贵的营养素呢 配合在我们的牛樟饮当中 所以我们喝这片牛樟饮 是非常的有健康概念的 它不是一般的含糖饮料 首先第一个 好 第二个 为什么喝牛樟饮 我觉得这个牛樟饮本身 在我们在参观 乔本身一科技公司的时候 那董事长就谈到 为什么研发这个产品 就是为了要取代我们的含糖饮料 那各位知道 如果我们常常喝含糖饮料的人 他比较容易罹犯 所谓钢糖的胰岛素的抗性 那当然导致糖尿病的激励 就会提高了 好 那么这边呢 我先给各位几个概念 我们的所谓的葡萄糖的摄取 是怎么一个标准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的男性 那么你一天当中 你能够摄取的葡萄糖的上限 大概是50公克 那50公克 我们换上一颗一颗的荒糖 大概是10颗 好 那么如果你是女性 我们的活动力比较低 大概是40公克 也就大概8颗荒糖的量 但是一杯手摇杯就超过了 来 各位你看看 我们珍珠奶茶700cc 等于28颗的荒糖 我们冬瓜茶500cc 大概是22颗的荒糖 可乐600cc 大概是13颗的荒糖 有没有喝一杯 就超过我们刚刚讲的 一个上限的剂量 好 那再来呢 如果我们有些小孩子 他可能会天天喝一些 乳酸菌的饮品 那么那些呢 每一小瓶呢 大概都是5.7颗左右 所以各位想想看 我们平常这个吃一点 那个吃一点 就超出我们的上限 那么如果天天喝含糖饮料 他以后得到糖尿病的几率 大概比正常的高出22% 尤其是含糖饮料 又比我们讲的含糖的食品 更严重 所以各位 为什么要喝牛张饮 因为他是希望 我们透过这样健康的饮料 去取代我们的含糖饮料 那再来呢 我们的牛张饮本身里面 也有甜度 那那个甜度呢 是纯粹来自于苹果的甜度 那苹果里面的糖 是属于多糖 吃到里面去呢 比较不会转换成能量 那么饮料当中 添加的糖是单糖 一吃进去呢 马上就被吸收 所以你变成血糖高的几率 就提高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 都好得谨慎自己 少喝含糖饮料 多喝牛张饮 带给自己呢 更健康的身体 那至于阳剂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用一个概念讲 我弄一个名词 叫做 肝脏所需要的很多的营养 苦瓜生态里面 所含的营养 是没有办法滋养到肝脏的 那这句话的意思 就告诉我们肝脏它很需要一些特别的营养素 对不对 我等一下来讲 我们先讲肝脏有什么功能 各位想想看 我们人体一天当中蛮操劳的 那么在操劳当中呢 肝脏大概负责500项以上 要替我们做的一些的工作 好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化工厂 那么它要帮我们做什么 合成蛋白质 对不对 还有呢 运送一些胆固醇出去 再把坏的胆固醇带回来 做运输的工具 还有呢 要分泌一些的营养素 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个胆汁 帮助我们脂肪的消化 还有呢 要帮助我们把药毒排解出去 要帮酒精代谢出去 所以各位看看 它的工作还蛮繁重的 那肝脏拥有很强的自我治疗的能力 好 只要我们给足够的营养 它就可以自行的调养 恢复肝脏的健康 所以要守护我们的肝脏 就要常吃一些养肝 护肝的食物 也一定有一套固定的作用 那比如说哪些食物 十字花科的蔬菜 海藻类 蓝莓 还有呢 阳剂 草莓 等这些含有 豐富的植化素 多酚或育原酸 或膳食纤维的水果蔬菜 那当然最重要还是 减少酒类的摄取 不要熬夜 少吃油炸的食品 高盐高糖的食物 自然而然 就可以让我们的肝脏 获得很好的修养 那么所以阳剂本身 它提供的就是属于植化素之类的营养素 是让我们的肝脏 获得这些充分的营养 去做自我的调养 所以它本身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我们台湾人平常来讲 都是怎么样 熬夜的 操劳的 其实我们肝脏 替我们负担很重要的一些的工作 应该散交的去保养 那苦瓜生态本身还有营养 它跟我们的保护肝脏的营养 是不同等级的 不同一般的一个领域的 所以希望我们有了这个清楚的认识之后 了解当我们有需要 我们要的保肝 要保护我们肝脏的时候 摄取不同的食品 那将来讲的话 我们等于得到全方位的保健 好不好 那么以上是今天 针对这方面的一些的论述 做了一个布力栽的节目 希望透过以上的分享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认知 那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卫生署严格规定 所有的保健食品都不能谈疗效 所以我们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一定要严守这个分纪 绝对不能涉及疗效 尤其是在做直播的时候呢 那更要严谨这种分纪 好 那希望这样子呢 大家在分享的当中 也不会出外的法律 好 希望大家能够遵循这种的规定 谢谢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